来人好好照顾照顾他 说 快说 他要问你话呢 说呀 都不说话呀 说 打得好 打死他 他骂了个巴子 谁打的枪 出来 老三 二郎家回来了 把枪都放下 二郎家的 把枪放下 放下 老三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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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干啥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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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开 二哥 二哥 这孩子 你不能打 这是谁家孩子 二哥 这是 大哥和大嫂的儿子 老三 我爹妈上坟的 上完坟就走 山上我就不去了 二哥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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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我让大哥来接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 我究竟是什么人 叫什么名字 关你什么事啊 兄弟 兄弟我叫杨风火 本地人 不知兄台 中国共产党 驻一马川工作组组长 宋义 原来是共产党的同志 宋兄弟 咱可不能过河拆桥 泄沫杀驴 吃饱了就打厨子 昨天 我可是从他们的手里 救过你的命的 就算你救过我的命 但如果你跟土匪 是一伙的 我照样不会放过你 这些年 我跟你们共产党 那是井水不犯河水 而且 我可是杀过不少日本人 你是红的还是白的 来一马川 到底干什么 兄弟我 非红非白 不是土匪 回忆马川 办点私事 办完就走 放头这儿 土匪来了 土匪来了 分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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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火 孙先生 把枪给我 我要去 你 雪大妹子 打突匪是男人的事 你就别掺和 我的枪给你 保护好自己 他到底是什么人 你看 她是雪狼 千真万确 杀 Osu! Okay, geh-RY! J吃 after Everything is now too long. å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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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rut! 呀 出海 老cios 站住站住不让我开墙了 啊 啊 没看出来啊兄弟 枪法不错啊 卢国桥事变之前 我也只是北平的一个大学生 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过武功队队长 现在是一名侦察参谋 兄弟 你真是文武双全啊 咱这是不打不相识 爹 娘 儿子回来了 儿子不孝 这么多年都没来看你们 儿子很想你们 这些年我虽然漂泊在外 但心里一刻也不敢忘记 爹娘的仇 当年图存的那十几个鬼子 我杀了八个 爹 娘 儿子为你们报仇了 方鸿回来了 爹 娘 凤凰回来了 徐郎大哥 松毅同志 这是啥地方 这里是半岛坡 前面不远 就是一马船 公军来了 大当家的真是料事如神 兄弟们 都准备好了 快点 打 放手 放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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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给你打 是他的 三分钟 快 把手榴弹给我集中起来 往前冲 先生 留下 你是连长 这样都太危险了 长盛林 冲在前头的都是当官的 我练武 快 手榴弹 快 手榴弹 快 停 快 停 别探长打了 再逃我都得抢这儿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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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撤 快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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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火 拜见大哥 兄弟 起来起来 兄弟 妈 就是他打的我 爹你让他 离开一把船 你闭嘴 文琪 文琪 你二叔不知道你的身份 再说了 要不是你非要跟着下山闯祸 怎么会横生事端呢 娘 他知道我是谁 他知道 文琪 到车上去 走 孩子不懂事 让你见笑 兄弟 这么多年了 大哥可是无时无刻不想念你 这些年 风火也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大哥 好 文琪这孩子 你别挂在心上 怪我 怪我 这都是咱崩师令的人 把他给宠坏了 尤其是老三 要什么给什么 天天带着他瞎转勇 抬过来吧 这是 这是 这是大哥给你准备的盘战 你不肯上山呢 大哥只有给你亲自送下来了 二弟啊 我跟兄弟们经常说 咱崩师令在河江 那是手头金呢 嗯 能有今日的辉煌 都是你阳风火 为他贴了金呢 我知道 你无意再上崩师令了 不想当这个二当家的 没关系 有这些东西傍身 往后 你是另立山头也好 置办田产也罢 那总是用得着的吧 你放心啊 你不够 尽管为大哥要 没有 大哥倾其全力 帮你夺 大哥知道 风火是个散弹的性子 只想过 散漫的生活 如果你看不上这些东西 那你跟我再回甭师令 啊 咱不做二当家的 做大当家的 反正咱哥俩不分家 大哥 风火 绝无此意 那你就给我收下 好 我收了它 跟大哥换一样东西 换什么 一马穿 百姓的太平 这些年 川里的百姓 遭了大罪了 现在小鬼子 终于走了 我也想让他们 再享受几年的轻浮 这 就当做是一马穿的父老乡亲 交上的保命费吧 哈哈哈哈 那还不容易吗 从此时此刻起 一马穿所有的人 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如果 我对他们下手的话 当断我的手脚 风火 带一马穿的百姓 多谢大哥 哎呀 都是亲兄弟啊 不过风火 你想过没有 那共党怎么想啊 我得到了情报 他们大部队 要偷袭崩士领啊 这么多的兄弟 跟我走南闯北的 他们活着 能活着不容易啊 大哥 我想办法 让共产党 离开一马穿 此话当真 此话当真 哎呦 能让他们退兵 那是再好不过了 我也在想啊 不想让一马穿的百姓 再遭受战火了 大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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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 大当家 共产党打上来了 咱们兄弟根本挡不住 咱们还死了六个兄弟呢 大哥 你们尽快回山 我去看看 拜托 拜托 顾安堂 你到底要干什么 兄弟今天 准备了一出戏 想请 副连长 品评 品评 品个屁 把枪还我 你不必紧张 不必紧张 我的兄弟 不能白死啊 老三 死了几个 六个 那你想怎么样 正好六个 同志们 快趴下 来呀 顾万堂 你个狗儿的 郭万腾 你冲我来啊 郭万腾 大哥 二哥拿枪来了 嗯 二哥 你要干嘛 都让开 我倒要看看 我这个亲兄弟 敢不敢用枪来打死我 大哥 老三 你让开 我要亲口听大哥说 他有没有出卖我 他有没有拿我当枪使 他有没有借刀杀人 二哥 大哥就算有再多的不是 他也是咱大哥呀 再说大哥这样做 也都是为了山上的兄弟呀 老三 让开 是我出卖了你 是我拿你当枪使 是我在借刀杀人 为什么 因为一马川不能留给共产党 一马川是我的天下 所以你就把他们都杀了 只有这样你才不能置身其万 不论你是想离开邦氏岭 还是想留在邦氏岭 共产党都以为 是你我兄弟联手 重创了攻军 大哥 我不可能再留在邦氏岭了 我知道 这样 你会背负一个不仁不义的骂名 可是兄弟 你留下吧 邦氏岭是你的家呀 我决定的事情 谁也不可能再勉强啊 不可能 八枪举起来 二哥 举起来 二哥 二哥 往这儿挡 把枪放下 二哥 来 二哥 开枪 开枪啊 住手 你不能开枪 玉蓉 你让开 我不让 她是我的丈夫 要杀 连我一块杀 你不要忘了 她是你的救命恩人 要不是她当年救了你 你早就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今天我就把这条命还给她 瘋狐 你不能开枪 你们俩都会没命的 你让我怎么活 玉蓉 这不管你的事 怎么不管我的事 无论你们俩谁死了 让我怎么活 杨凤凰 你走 走得越远越好 走啊 大哥 借你一条命 我记着 今天的事 我也忘不了 我再求你最后一件事 把贡君那个连长 让我带走 凤华 你不认这个大哥了 大哥 希望将来你心里 还有我这个二弟 你不认识这个大哥了 你为什么要险害他 你们是兄弟 我没有险害他 我只是想让他活着 我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和共产党一样被打死吗 他是 他是我兄弟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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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丁 来得够早的 我这不是想见大面了吗 这么多天没见 我的心里边有点 这大面怎么没来啊 没来就没来吧 少个人分肉吃 好 那你说 这招咱们怎么打 什么怎么打 你还想怎么打呀 那咱们就按老规矩 打败了共军 攻打当家承诺的武器装备 咱们平均分 至于共军的嘛 咱们就看谁的运气好喽 走 光姐 你就眼看着小财神 跟丁老克吃肉 咱冒尔山不喝汤 这关他那便宜 有这么好战略 怕是挖着坑上咱们跳 不是跳坑啊 那人家都去了 叫咱们不去 那不让人笑话 冒尔山的规矩是啥 咱虽然弱这行 但也不能取独义之财 那共军和咱们 没什么过节 人不犯 咱们犯人 红姐 你听我跟你分析啊 这共产党呢 到了一马川了 不定哪天 就抹上咱们某尔山 那咱得先跟他们招呼啊 夸子 咱上山是因为啥 那还不是因为小鬼子 让咱活不下去了 咱以前也是山下老百姓 这上山不就为求个活路吗 这姑娘没惹咱吧 咱凭啥让他奶奶的罐头 拿来当枪使啊 我这不是 行 别说了 谁要敢去趟这趟浑水 我就一枪毙 咱们 是 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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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下 小心 快撤 快 快撤 撤 撤 快 快快 快 郁导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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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英雄啊 好身手 是当官的吗 别废话 绑了 郁导远 宋邦市领 江会长 都准备好了 放心吧 公市长 我的旧国出监会 专告暗杀足迹 很有一套 好 那我在这儿 先预祝你们为党国 再见新宫 公市长 兄弟我有一事不明 不知可否请教 请说 假如 杨风火 答应留在崩师岭 你还会取他的性命吗 杨风火 可是我的败把子兄弟啊 江会长 你说呢 快点 等一下 西北方向 统一制式枪写 出枪频率一致 三乘三一组 不对 三乘两个半 目标好身手 会不会是咱们的同志 还有风火大哥 不知道 走 咱们绕过去看看 你 走 走 连长 连长 走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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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势怎么样 很严重 杨风火 你不是带着副连长去 崩盛领谈判的吗 这怎么回事 我被算计了 我对不起你们共产党 复令长 杨风火 你是不是跟土匪处送好的 把这放下 他跟土匪处一伙的 事情没搞清楚之前 你别冲动 救人要紧 龚市长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万一杨风火 察觉到在背后指使的是您 你们兄弟可不好见面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主要是担心 这个杨风火 受了共产党的迷惑 与我为敌 只要他和共产党不做同一条板凳 他依然是我的兄弟 既然干了 就干到底 这次要不是他遇到旧兵 他早就没命了 您说怎么就那么巧 就遇上那俩共军 就是不遇上那两个共军 恐怕你们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师座 那您觉得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静观其变吧 那个姓张的不是还在咱们手里吗 我料他共产党不敢轻举妄动 抓紧时间 招兵白马 师座 我倒是觉得这个杨风火活着 就是个祸害 应当尽早除掉为妙 副连长的伤子变了 连长身体底子好 换做一般人早就扛不住了 但是连长必须马上送往军区治疗 不能耽误 我辜负了你们的信任 对不起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来安排 送往军区医院 是 杨风火 你还演戏呢 你就是龚万堂的人 打扫 给你们的通知报酬 我现在还不能杀了你 你到底是不是龚万堂的人 我们得查清楚了再说 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你站住 你放心 我不会跑的 我就在小柯迎等你们 同志们 由于连长身受重伤 军区命我带领连长 接下来 由我带领咱们长盛连 全力为巧 以龚万堂为首的土匪武装 那还等啥 连长 下命令吧 是 连长 下命令吧 报告 报告 有紧急情报 怎么了 满舱派长带人摸向了崩石里霍山 说是要亲自救出制导员 我总是无纪律 下命令 下命令 辟责 辟责 第四集 第六集 第四集 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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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垫着 垫着 准备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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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长 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无祖之无纪律 你这是白白送死你知道吗 你要杀要剐我都认了 我就是个混蛋 根本不会成为咱们长盛连的一分子 满操 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如果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的话 咱们还部署什么 咱们一块拿着枪冲上上不就得了吗 你连情况都没有弄清楚 就贸然行动 你这样会牺牲多少战士的生命 等待处理 林长 下去 是 怎么都不在呀 人呢 我们怎么买酒喝呀 你看都没人 这下没好酒喝了 人都去哪儿了 干不干什么呢 这什么事呢 奇怪了 人怎么喝了 你说这事呢 干不干什么 这女的是谁啊 不认识 我看样子 好像不是咱一马川的人 蛮漂亮的 确实漂亮 我认识 你认识 她是龚万堂的老婆 前几年 我看见她和龚万堂 一起来过咱们一马川 你不要乱说 我 我绝对没乱说 走走 快走 瞧姐妹 那个是龚万堂的老婆 兄弟 你还是躲远点 那龚万堂 可是个火焰网 龚万堂 你再人继续选逻 我去报告满苍派找 是 满苍 就是她 你是龚万堂的老婆 抓起来 是 走 你们干嘛呀 走 我来找龚万堂 你们放开我 我来找龚万堂 你们想干什么 杨父母 她是龚万堂的老婆 龚万堂刚刚杀了 我们多少同志 指导员现在还在她手里呢 这个女人既然自投罗网 我们正好拿她来换指导员 山上的事情 跟她无关 她是无辜的 她无辜 那我们牺牲的战士不无辜吗 她是土匪的老婆 就是和土匪同流和巫 哪学的毛病 同流和巫 你们成天骑马 你们的伤口 也是一回事吗 杨文华 今天这个女人我们一定要带走 指导员现在还在公安堂手里 不知道受到怎样的折磨呢 我们不伤害她 我们只是拿她来换指导员 否则的话 攻上崩尸令旧指导员 还会有多少战士死在公安堂的手里 你想过吗 你们的指导员我来救 不碰女人 不碰孩子 这是我的底线 杨风火 就我说你今天对这个土匪婆子这么维护 我们就信不过你 把这个土匪婆子给我带走 谁敢 杨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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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刀 把枪给我放下 林长 把枪给我放下 放下 你们是土匪吗 这么多人 端着枪对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你们这种行为 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不是 林长 她不是普通女人 她是公安堂的土匪婆 只要我们抓了这个女人 我们就可以拿她来换指导员啊 杨风的 夫债欺偿是吧 我真是高看你们共产党了 我们共产党 绝对不会 助恋无辜 安堂 带着你在缘 回去 不是 林长 指导员还在公安堂手里呢 这个女人放不得呀 这可是我们救指导员的好机会啊 人一定要救 但绝对不能用这种方法 公夫人 杨风火 战士们也是救人心切 不要介意 宋兄弟 这次的事情 责任在我 你们的指导员 我一定会救出来的 但是你记住 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 不要扯上女人 你放心 我们共产党 一定不会连累女人 水丹同志 送公夫人离开一马船 务必保证她的安全 其他人 给我回去 林长 请报公夫人 我送你出一马船 风火哥 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是给公安堂当睡客来的吧 你可别忘了 我们连长刚才放了你一马 你可别得错进尺 雪南妹子 你可别得错进尺 你就别进去了吧 她是公安堂的老婆 我不能让她把杨凤 火带到沟里去 你 我没有骗你 你愿意相信我吗 你不会干这样的事 我知道 谁说她不会干这样的事 摆明了 就是他们串通好的 把你缠住 好对付副连长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要害共产党 那可是你男人做的 你闭嘴 这有你什么事 谁让你上来的 我不放心 你们俩单独在一块 我怀疑 她是公安堂派来策反你的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丽雪南 你是雪狼 你一个人就能顶上一支队伍 龚万堂那个老狐狸 巴不得你回去替她卖命呢 我问你 在崩石里 你把风火哥拉去喝酒 杀死副连长身边的人 是不是想挑拨离间 让我们共产党 跟风火哥翻脸 现在 你又专门跑着来找她 是不是想策反她 怎么 答不上来 如果你还有良知 你就回去告诉你男人 放了我们指导员 否则 你就是重重为虐 山上的事情她不管 你跟她说不着 她男人胡作非为 她凭什么不管 她在崩石里 吃的 喝的 穿的 用的 哪一样不是工碗头 从老百姓手里抢来的 凭什么要用别人的痛苦 来喂养她呢 你 干嘛呀你 干嘛 我就说完蛋我 是我的错 我不该来 风火 你走吧 别再管一马川跟崩石岭的事了 走得越远越好 还说不是来当睡客的 你们制作风火哥 想到一马川做什么呀 玉若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走 你已经打打杀杀半辈子了 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把我忘了 杨风火 你别想跑 你欠下的债 还没有算清楚 走 走 玉蓉 玉蓉 玉蓉怎么样 没事吧 那赶紧走 要是这个女共党 通风报信的话 难免有一场恶战 走吧 兄弟 你不跟我一起上山吗 免得共产党惹你的麻烦 我这个无信无义之人 还是留在一马穿得好 本来共产党跟我毫无瓜葛 现在我被搁在这儿 都是被大哥您所赐 兄弟 你还在埋怨我呀 我不该怨你吗 为什么就不能下山 就不能好好聊聊 就非得要让一马穿 血流成河是吧 一山难容二虎啊 我要是下了山 搅了枪 我就是一只猫 任人宰割 崩失令 跟我跟我那么多年的兄弟 我得带他们走一条阳关道啊 下山就是阳关道 行 既然这样 随你吧 雪兰 把枪放下 小丫头骗子 拿枪指着我脑袋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活着 你杀了你为我爹报仇 我死了也知 行 大哥 往这儿上 你开枪啊 换他 能不能不要杀人了 为我记点得 为孩子记点得吧 好 兄弟 这小丫头骗子 别让我再看见他 走吧 杨凤火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还是我 放开 杨凤火你放开 你放开我 放开我 叶雪南 放开我 你闹口了没有 放开我 杨凤火 你刚才要是帮我 我就把郭万棠给杀了 怎么回事 你没事吧 连长 郭万棠来了 但是杨凤火把他给放跑了 你怎么倒打一耙呢 郭万棠为什么会来这儿 为了公夫人 你说 你跟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丽雪南 你怎么就不是好人心呢 跟土匪成兄道弟 算什么好人 你不要自己的命 你们指导员的命 也不要了吗 我 够了 杨凤火 杨凤火说的没错 指导员现在还在崩石岭上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 一定会危害他的安全 既然要救人 就得崇尚记忆 不能硬来 不能硬来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怂啊 疼你们想好了办法 这党员早就没命了 我听说你想死 我认识不少共产党 他们个个都是硬汉 打日本鬼的那会儿啊 他们总是拼到最后 拼个鱼死网破 不过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们的部队就要攻删了 我还可以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死到临头了 郭沐江 别废话 有种就杀了我 行 来啊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不要介意 我是个木匠出身 最懂得物尽其用 公安堂 你给我站住 公安堂 请 请 有点是 年轻有为啊 坐 坐 坐就不必了 公男家的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我们需要怎么做 你才能释放张指导员 小子 找死啊 你跟谁说话的你啊 老三 说过多少次了 火大伤肝呢 宋连长 你别介意啊 刚才说到哪儿了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张剑齐 就是那个俘虏吧 这么这么 你们先撤兵 我就放人 绝对不可能 那咱们就没得谈的了 如果你同意释放张剑齐 咱还是有得谈的 我们也会释放你的结拜兄弟 杨风火 咱们双方交换人质之后呢 我们可以考虑 对贵债进行收编 相关事宜 日后咱慢慢商谈 你不是来谈判的 你是来说笑的 既然公当家的无异于此 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今天来 我还要重申一点 我们的队伍 一定不会撤出一马串 张剑齐 我们也一定要救 绝不放弃 我倒要看你怎么救 走着瞧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 我们崩石岭 可没有那么多的粮食 养闲人 公大家的 您不会那么没有自信吧 那我也提醒您一句 如果张剑齐 有什么三成两短 您的结拜兄弟杨风火 他也活不了 你 这个小白脸 哪来那么大的傲气 我现在就去把他弄死 老三啊 你可别小看了 这个小白脸啊 他比之前 那个富金刚可厉害多了 老三 看来我们得 早做打算了 怎么样 连长 见到我大哥了吗 见过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接下来 就按你的计划形式 演绎出捉放草 放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得快点 我说小能耐 你能不能快点 我告诉你啊 你就这么慢吞吞的 到时候 饿坏了火哥 看我怎么收拾你 雪南妹子 严峰火 我问你 你怎么知道 我展上鬼状门的 跟了人共产党 能不能跟人学点好 上门请教 也没有点 上门请教的样子 来来来 坐过来 我跟你上一个 少在这装啊 我是在审问你呢 行 审问我 离近点审问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我告诉你 你还是收拾点好 别那么 那么 以止气使的 来来来 坐过来 我们聊聊风韵 那么喜欢风韵啊 谁不喜欢风韵呢 好啊 我这就上房接完 我给你风 我给你月 把你能的 你上 你给我接两块 我看看 当我傻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放了我 我知道也不告诉你 把我关在这么个破地 你们就不怕我跑了 你是雪狼 你会干这么低级的事吗 就是这儿 秦姐姐 你们不能进去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还是请回吧 凭什么 你们抓了人 不放也就罢了 怎么着 连看一眼也不成 还有没有王法了 这 秦姐姐 你来干什么 雪南妹子 姐姐是来给我的男人 杨风虎 送酒送饭的 你跟当兵的说一声 让我进去 杨风虎 他真的是你男人 不是我男人 你以为是你男人呢 请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别跟我拽文了 我们都是女人 绕什么圈子 我烽火哥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 抗日英雄 姐姐我就不信 你不仰慕 就他 一身邪气 颠三倒四的 我看啊 他就是乌辣流氓 看给你能的 小小年纪零牙利齿的 你赶紧离开这儿 妹妹 当我见你第一眼 我就觉得 咱们俩特别有缘分 越说越放肆 赶紧走吧 哎呀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恐怕妹妹 你还没有遇到 忠义的人吧 咋样 跟姐说说 妹妹你想找个 啥样的人呢 我帮你留意 妹妹 这俗话说呀 女大铺中流 你们俩 一样下流 小蹄子 跟我斗 看我不把你一层皮剥掉 轻姐姐 你忘了 那这饭菜咋整啊 哎呀 完了 哎呀你这没用的 怎么现在才说啊 哎 雪南妹子 哎 你行行好就让我见见火哥吧 哎 雪南妹子 老三哪 把这方圆百里的人头 都给我盘算清楚了 啊 不管规模大小 一只都不能给我露响 告诉他们 只要归顺 来着有赏 人人有份 至于这个军衔嘛 除了 师长 亲长 总司令给不了 其他的 让他们随意 啊 咱们这无尽其用啊 哎 这次共产党 算是吃了哑巴亏了 绝机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一定会卷土重来 来了 咱们就是兵戎相见 这打仗就是靠人手 这回咱们用了大面红 小财神 丁老克 可下一回呢 这就难说了 大哥 嗯 你的意思是 跟共产党打 不用咱自己的兄弟 哎呀 人都是要分远近的嘛 啊 咱们用保免费 拢来人头 回过头来 再对付共产党 这跟做木工活 一个道理 啊 得往身里琢磨 得把这个边角料 用劲用掏 这才是好木匠啊 嗯 大哥 这样一来 河江早晚 都是你的天下了 可惜啊 老二 跟老四 不在了 一个离我而去 有家不回 一个 撒手人寰 尽归尘土 你说 咱哥四个 要在一起 该多好啊 大哥 你别难过了 你要是想让二哥 回来 我现在就下山找 大哥 你说二哥 他是不是想跟咱 崩石岭 没有啥 瓜哥了呀他 那就别打扰他了 让他静静的离开 老三 这寨子里 文奇 跟你最近了 我想让他 做你的干儿子 怎么样 大哥不行 老三 没这资格啊 大哥 别对了 就这么定了 对了 这个 是我的传家之物 本来应该 由我 交给文奇的 这下好了 我把它交给你 你去把它 交给文奇吧 大哥 咱们选个好日子 把这事办了 嗯 哎 当家的 你会救他的 对吗 我很想救他 非常想救他 就是怕救不出来 反而害了他 你是不是 根本就不想救他 他在共产党手里 共产党不好对付 就他得从长计议 你搁一点时间行吗 是你出卖了他 看你这笨 没什么 真正 好